花蓮旅中第28届美术班毕业展是以余光为主题 由13位高三美术班同学用不同的美彩表现 将艺术创作重新诠释演绎 也传递了多元的创作理念 展出作品有100多幅 包括了水墨书法油画水彩素描板画复合美彩及摄影等等 非常的丰富精彩 花女第28届美术班毕业展目前在学校展出 这一次主题是余光 暗喻着高中三年的同学们 在花蓮旅中求学创作的时光 而这些回忆片段也交织成为同学们创作的灵感 他们在来新生入学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讲 这三年来你们想要过怎样的高中的生活 你们对自己应该有一个期许 所以他们很快的就过了三年快要结束了 也就是毕业的前夕的毕业展 那这一次展的题目叫余光 其实无非就是光线 画画需要一种光线 然后需要一种 余光也是一种灵感 所以他们我们这一届最能看出来的地方就是 他们的画跟他们的生活 他们所想的是息息相关的 这也是我常讲的 艺术如果离开生活的话 这个艺术大概就没有什么生命 所以这一次他们展出来的作品 也很契合我对他们的期望 他们过往的这个三年来的努力的成果 这次每展作品不论是在数量 质量都非常精彩丰富 同学们以清明上河图为背景 试图要把高中生活融入其中 8公尺乘2公尺的巨幅作品 可以看到疏密有志的构图及青春少女活泼的情思 值得一提的是 即将要借铃退休的王祥勋老师 在同学力腰下也展出了他自己的作品 让这次的毕业展更具有一番的意义 这次毕业美展展现了三年来 美术班同学在艺术创作领域上的学习成果 也欢迎对艺术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到花莲旅中来观展 介络会幻视报道